你对民主党以后的展望怎么样 我们希望民主党能够成为中国真正最大的反对党 因为现在为什么有人要抢这个牌子呢 就看见他希望确实最大的 因为从中共建政60年来 坚持一个反对党坚持那么长时间的 无论国内还是海外 坚持已经十几年了 就只有这个民主党 而且它的规模越来越大 它的影响越来越大 现在关键问题 我们自己要把我们自己的制度建设好 所以我这时代呢 就想跟各方面提出 或者我们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因为大家知道 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党章只能在国内开 而且必须要各省各市派出代表 选举派出代表来参加 所以他们现在搞全国委员会是非法的 是因为破坏党章的 但是我们要开怎么办呢 怎么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想办法让各省各市 派出自己的代表出来 这是一个办法 另外一个办法呢 就是说如果还暂时不能开一大的话 那我们就想开一个什么呢 开成中国民主党的大屋顶会议 什么叫大屋顶会议呢 就是一个大屋顶底下 各的各个派系 民主党只要你号称民主党 各个派系 比如说你呢 是我们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 联组这么连续下来的 分解出来的 是吧 虽然叫了各种不同名堂 但是它是一个系统出来的 是吧 那么现在好 你君陶你王有才 突然形成了一个民主党 也无所谓 只要你叫民主党 都是壮大了我们 但是要有个制度 我们用一个大屋顶来 把这个制度建立起来 是吧 然后国内也派出代表出来 然后建立一个大屋顶 然后在这个大屋顶之下 形成一个叫什么名字 都好的一个协调委员会 或者总的这么一个服务委员会 来使中国民主党 能够逐步走向这个制度化 健康化 真正形成一个真正的 一到中国情况有变 实际成熟 能够回去 就是说有准备 不然明天比如说 突然党已经开了 或者有时候大了问题了 大一不老回去 无核之中 但是我们就能够 以一个团结的 统一的 坚强的这么一个团体 民主党回去 是吧 那这样中国就马上就能 形成一个强大的反对党 这就是我们要建设的东西 我们要做的事情 所以现在 就是大家 你们在东兴领导下 该怎么做怎么做 作为我们上面的 这个领导人 我们现在主要就是要建设一个 想把弄起一个大屋顶来 把这个制度建设起来 这是我们现在的主要工作 谢谢大家 大家还有什么提法 好 我想问我们海外很多民主党啊 我刚才已经说了 现在没有很多民主党 实际上刚才就现在 刚刚才出现一个 那个第二个 那个才真正的 我们现在这些王军派呀 新王军这个 都是我们这个 系统下来 就一个头分开了几条瓜 是这么回事的 是吧 从总的来讲 它还是一个系统 就是说 承认这么一个历史渊源 承认这么一个历史法统 承认当时 这九八主党一来 这么一个民主党宣言 和民主党反抗 这么下来的 那么你说 是不是要真正的 什么统一呢 我觉得现在 着急统一 不现实 也没有必要 百花齐放 是吧 你如果统一起来 拘束了 反而不好做 最好 你现在既然有几个民主党 也没关系 是吧 当然你说 在做 做这个 某些这个政治 那个那个 身份问题上 会有些某些 矛盾好 这个是小的问题 我就不想 多谈这个问题 我只说 大的 比如说六四也好 大的政治行动 大家共同协调 共同合作 这就行了 是吧 不需要马上什么 把这个 刘东兴党部 王军党部 和新闻党部 全部都解散掉 重新统一 没有必要 这样做反而不好 增加内斗 而且呢 束缚了积极性 有这么一些 你看 就 大家有积极性吗 就是 大家都来 发展 然后一到条件成熟 我们再来搞统一 不更好吗 所以说现在不着急 这个东西 我们着急 只是说什么呢 不要离开 这个原来的系统 另外破坏制度 搞一个 这就不对了 要承认制度 是吧 要承认这个 民主党这个 历史法源 不着急 现在这个 这个动议 我们现在只是说 现在能够 在一个大屋顶下 有任何政治活动 协调 这个合作 就行了 谢谢 他刚才的党员说的 其实这就是亮剑 你知道 各路重地 大个人 都想到了 对 配合 就是亮剑之后 还要配合 有分有合 对 我打线从事 各个团图 都拉上去了 好 来 还有哪个导演 请问王兴泽先生 我们从06年83号 开了第一次 民主党代表大会 然后我们很快 又开第二次了 那我们党的宗旨 就是一直从06年83以来 都是以推翻一党专政 建立民主中国 这个作为这个宗旨 你认为我们这个党 有没有那个 口法性 或者那个 那个政统 这方面能给我们讲一讲吗 谢谢 首先我刚才很惊讶 你又是八月十三号开的 八月十三号告诉你 是本月生日 哇 这是我的生日啊 这个 这个 跟说的这个问题很重要 中国民主党在国内呢 它是一个 刚刚也是温和的党 就是不主张推翻共产党 主张和平理性合法公开 合法理性非暴力 第一是公开 但是公开这个原则呢 坚持了几年以后被扑灭了 没办法公开了 你全坐牢了 你要麻烦我们这个留住律师 整天跑来跑去去做辩护 对不对 那没办法这个 所以现在呢就没法公开 但是就已经公开了 还是继续公开 是吧 没有公开了就没法 就只能不公开了 它不是违反党章 而是因为 从一种策略上的考虑 从生存上的一种考虑 那么问题海外呢 因为海外不同 海外不在共产党统治之下 它可以比较激烈 所以一些基础的党部 它比如说什么 推翻共产党也好 或者是烧工会党党齐 烧国旗也好 我认为这个都无上大雅 无所谓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基层的 是你们这百发其放 你们自己做的 所以总体来讲 我们当时总的纲领来讲 是要实现中国民主化 怎么实行 是吧 在我们国内 是有温和的办法 海外 你们也不说怎么激烈 只不过就是用一些 比较激烈的口号也好 激烈的纲领也好 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大 因为我们还没有 中国还没有真正开放党定 在国内真正的实现的 中国一大 如果国内真正的召开了 合法召开一大以后 整个民主党 完全回到国内的话 那么就要求党 刚刚全部一致 从上到下又一致 但那个时候 也同样允许党员有它的自由 因为完全没有党员的自由的话 跟共产党就一样了 是不是 就是说我们还是 民主党还是有比较高的 这个党员有它的自由性 基层党 有它的自己提出 某种口号的东西 但是总体来讲 它是要服从这个总的纲领的 但是现在由于中国 现在还没有民主化的话 那么海外 它的基层党部 我们只是说 从这个东兴你们的党部 使中国民主党 一个总的党部下面 一个基层党部 你们提出一些比较激烈的纲领 这个我认为无伤大洋 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 这本身就是一种百花齐放 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